各位老师 各位评审 大家好 12日下午作家张耀仁受邀于世代演讲 幽默奉趣的授课风格 为学生讲述文学创作的心理景观 再跟你讲 如果你创造了一个人物 你必须要进入人物的心理状态 人生啊 还那么长 拉出个兔子没有什么留不起 问题如果没有被解决 事件没有被解决 就必须什么 必须拍续集 或者说必须让故事继续延续下去 因为里面的主角或里面的人物 都在帮我们乐听众寻找答案 透过漫画的引导 激发学生想象与构筑的创意 故事由此展开 并了解到乐听人都喜欢听故事 某种看世界观点 故事通常包含某种看世界观点 就是说我们讲故事的人啊 各位亲爱的 你必须要选择某种角度去讲故事 为什么今天莫言得讲 如果我们放在这个标准底下 也许就是莫言讲故事的角度特别突出 他掌握了看世界那个角度 也因此自己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你要能够掌握某种角度来去说故事 这个角度要靠你自己去寻找 作家张耀仁以广告与电影作为讲述的范例 并以用导演柳成泽作家的志气为勉励 祝福大家有最美的最美的故事与感受 校园记者李文怡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